第二个算法 思路稍微有点点变化 不用turn了 turn了抢来抢去 搞得了既等于接又等于i 抢来抢去麻烦 不抢了 设了一个flag宿主 不如亮的flag宿主 各用各的 pi进程用flag0 pGA进程用flag1 这么来 当一个进程想进临界区的时候 他首先把他自己的flag置起来 flag的tools等于false 想进去的时候 先把它置起来变成tool 然后再判断 然后看pi进程 pGA进程其实也是一样 看pi进程 这里的credit session和luminant session 写在这里 然后这里的entry session有两句话 一句是flag i等于tool 还有一句是while flag j 分号 这里的exit session 就出来的时候 你已经出来的时候 那个session是flag i等于false 当他进去以前 他先把自己的flag 制成tool 设起来了 设完了之后 做一个while 做一个等待操作 等待的对象是对方的那个flag 如果对方那个flag等于tool 表示对方也想进 虽然我想进 对方也想进临界区 好 发扬一下声势风度 让他先进 让他先进 我在这里等待 他进了以后 他总归会出来的嘛 他出来的时候 pGA进程也是这样写的了 pGA进程 他出来的时候 要做一句flag j等于false 他出来的时候 他会把把这个flag给拿掉的 那你拿掉了 那么我就可以用上了 这边的flag j就变成false了 false嘛 我y就不用做了 我就可以下去了 所以达到了我的目的 我可以进去了 我可以进 出来的时候 再把这个flag标志制成false 好 两个算法 看起来 也是比较直观的 那这里边 我给他下了结论 说是 mutual exclusion条件 是满足的 progress条件是不满足 那这次 这回我们先来论证一下 mutual exclusion条件 是满足的 因为同样的反正法 一样的思路 就可以做的 假设 两个进程 都在 都在灵界区里面 他们各自灵界区里面 那就倒退回来 这里是批接 倒退回来 那就是while flag i 是等于false while flag i等于false 那就是flag j 是等于true的 flag j是等于true的 flag i是等于false的 这是p界能进入 能进入灵界区的 必然的推论 逃不掉的 倒过来 对pi精神来讲 它如果进入灵界区了 那它肯定通过了while语句 这个while语句里面说 flag j肯定是等于false 然后flag i肯定是等于true 对i flag i也好 对flag j也好 是它等于true的地方 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 从这边得出的结论是 flag i true flag j false 从这边得出的结论说 是flag j true flag i false 两个矛盾点 两个矛盾的地方 你用任何一个矛盾的点 你就都可以推翻它的原来的假设 因此 灵界区护车 因此护车条件是满足的 provales条件 为什么不满足 这个情况 跟前面有点不一样 我们还是要去看 找出一个情形就行了 还是要去看一个情形 说两个进程 都想进入灵界区 两个进程现在都没进 都没进 都想进 progress里面两个前置条件 前置情形都满足了 第一个前置情形说 所有的进程都不在灵界区 第二个 有进程想进灵界区 我刚才说的这个情形就是这样 两个进程都想进灵界区 好 后面的两个条件要满 progress两个要求要满足 第一个要求 只有那些 没在remain session里面的进程 才可以参与选举 好 现在PIP界都不在remain session 他们都在entry session里面 满足了 第一个要求满足 第二个要求 说这样的选举不能无限期的推迟 要在有限时间里面决定 那你看现在的情形 两个进程都想进灵界区了 我假设CPU调度 每次调度都给一个进程执行一句话 先让PI来 PI执行一句话 flag i等于去 再让P界来 P界也做一句话 flag j等于去 回头再让PI做一句话 while flag j 那个时候flag j只等于去 所以它执行分号 执行空操作 执行一次空操作 CPU调度了 调度给P界了 P界做 while flag i 因为那时候flag i等于去了 所以它要执行分号 也执行一次 调度了 调给PI while执行一次循环 调给P界 while执行一次循环 我说 有可能 这种调度的顺序 是完全有可能的 因为 调度程序 不是由你同步控制的 调度程序 是由时间片控制的 或者是由其他的 什么方法控制的 它完全有可能 总是这么调度 那你每一个进程 做一句话 那好了 其实 其实那个时候不是这样调度也行 我说这样调度 你可能还说 这是一个侥幸的情况 其实也行 你就是把一个CPU 全部调度 全部调度给PI做 那时候 PI拿来的时间 全部去执行 YO语据 总是空操作等待 总是下不去 给它给更 再多的CPU时间 PI还是下不去 当然PG也下不去了 这就不满足了 后面那个要求 有限时间内 要完成这个选举 我刚刚说的这个情形 它就不能满足这个要求 所以Progress不满足 生法二 生法二 怎么样 算简单了吧